人生是一棵纵横交错的巨树 一棵树一样 而生命只是飞进飞出的 一棵树中的小鸟 所以如果哪一天 你遭遇了人生的冷风冻雨 你的心不堪承受 要学佛 要忍辱 要精进 要等待 人生就是这棵巨树 正在为你挡风遮雨 只要你努力地去做 一点一点的成功 正在靠近你 人生回报不一定马上会出现 只要你等一等 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突然的出现了 当你身处逆境 感到人生诸事不顺的时候 爱情工作事业理想都成泡影 心生绝望之念 不妨换一个角度 问问看看自己 一切都是很好的安排 祸福它是一个双胞胎 有祸必会有福在后面 有福的人也应遇着有祸的来临 所以我们要知未来 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你就不要去造阴 也不要去灯果 我们不去造事 就没有会飞 所以当你心中有事的时候 我认为这是是的 这个事情是对的 你的心中会产生另外一种概念 那就是它是错的 它是不对的 就叫非 所以是非 是因为你心中已经有事了 才会产生非 所以佛教讲的 不是善不是恶 不是事不是非 让你保护自己 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